自汪小飞和大S休战之后 张颖颖跳了出来 两人高调官宣恋情后 又有了新情况 11月30日 汪小飞录制了一段参观工厂 考察工作的视频 当天 汪小飞还带了一大群 随行的工作人员 张颖颖一次也在其中 露面的汪小飞 打扮高调 穿着一身黑衣 戴着帽子墨镜 状态看上去十分完美 似乎已经完全从 和前妻的纠纷中走了出来 画面中 汪小飞对着镜头表示 自己正在前往工厂的路上 镜头一转 对准了随行的工作人员 从画面中 可以看出 汪小飞团队大多都是年轻人 众人的颜值都比较高 其中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女子 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 该女子 坐在后排角落 看到镜头扫过 立马坐起身 仰起手激动地打招呼 虽然画面模糊 但该女子的特征 和张颖颖十分相似 评论区的网友们 也都指指该女子 就是张颖颖 两人刚官宣没多久 汪小飞就带着张颖颖 一同视察工作 这一操作 也被指张颖颖尚未成功 不过 张兰似乎依旧无法接受张颖颖 该视频曝光后 张兰也在评论区点赞 网友留言进行回复 其中 有很多让汪小飞 离开张颖颖的留言 张兰都一一点了赞 回看张兰近期的一些操作 也可以看出 她的确对张颖颖 很支入骨 母子俩甚至因此发生了内红 24日晚深夜 汪小飞开直播 与网友聊天 身边突然有位女子说 我在呢 我在呢 消息立马引发热议 该女子被证实 就是张颖颖 随后 张颖颖颖发文解释了这段视频 也从侧面证实了 两人如今早已同居 在张颖颖颖发文后 汪小飞也亲密地回应道 谢谢你陪伴着我 谢谢你陪我生活 随后 两人便开始高调秀恩爱 汪小飞更宠溺地称呼张颖颖为小朋友 不过张颖却不愿买账 再次在直播间 怒骂张颖颖 甚至还扬言要报警 当天深夜 张颖就现身警局门口 坚持认为张颖颖 就是在背后 害汪小飞的始作俑者 此前 张颖还曾透露 早年间 曾被张颖颖骗去爬山 拍下了一张合影 这张合影 也成为了汪小飞婚内出轨 张颖颖的证据之一 即便张颖如此反对 汪小飞也依旧我行我素 张颖颖近段时间 丑闻评出 还有媒体爆料 她将面临牢狱之灾 虽然这些爆料 真假难辩 但张颖颖的口碑 早已难以挽回 不知道这次 汪小飞带张颖颖 视察工作 是否是想要做事 她老板娘的身份呢